边缘智能 你了解过吗 让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比如 巴转鱼它有一个大楼 但是它每一个触手 它也可以做决策 而它已经偷偷地存在在我们的身边 现在我们一个城市里面 到处都有可能是不关联的数据 所以从边缘那里处理掉 比如说智慧交通里面 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开始 初步地实施了 它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 问这个中心我该做什么 那就来不及了 今集讲TikTok 带你进入边缘智能的世界 大家好 今天我请来的这位科学家 主要从事的科研领域 包括原计算 边缘智能平台 大数据 以及分布系统的 知识和工业创新等领域 目前它带领的实验室 开发出多项边缘人工智能技术 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 他曾经跟传媒说 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究竟他在科研方面 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这样我们今天的嘉宾 香港理工大学 电子基础学系 郭松教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你郭教授 谢谢 不许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边缘智能是什么 这个边缘智能这个概念 它是跟中心化的集中智能 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什么叫中心智能呢 就是把它想象成 我们有一个英特网 这个英特网里面有把机器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算力 有这个数据中心 你可以想象无穷大的一个资源 那么它可以提供 很多很多的智能 那边缘就是它的一个辅助的 就是这些智能发生在 这个离用户最近的 而不是在这个英特网的核心 为什么我们需要边缘这个智能呢 因为我们需要快速的响应 并且是响应各种各样 不同的环境 这个就是需要一个自制性 边缘智能就是它的这个神路 比如说我们天天用的 智能的这些移动设备 比如说这个汽车 还有这个各种工业环境里面的 这些传感器 那这些设备 它能够收集感知 计算存储 它也能产生智能 非常形象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这个八爪鱼 对吧 它呢有一个大脑 但是呢 它要适应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一个环境 对吧 它每一个触手 它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神经 它我们把它叫做腹脑 它也有它的这种自制性 它有这种适应性 它可以做决策 它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汇报到这个中心去 问这个中心我该做什么 那就来不及了 郭教授这个比喻非常好 你这个八爪比喻比喻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数据无处不在 现在我们一个城市里面 到处都有数据 而且数据的应用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数据 集中在一个点 要的处理能力非常大 对 现在里面一数数据 可能是不关联的数据 对吗 所以从边缘那里处理掉 智慧城市 你可以举个例子 里面有什么具体的 可以用在智慧城市里面 好的 非常好 您刚才提到了 其实是这个边缘智能的几个核心的 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特点 在边缘处理 对 它好处就是说节省了带宽 加快了这个反应时间 那么在这个智慧城市里面 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对 随便说一个 比如说这个智慧交通里面 它可能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种智慧的这个交通灯 然后它可以根据它的这个camera 就是可以把这个实时的这个车流量 它可以做预测 对吧 然后它可以调节 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交通 它的等待时间 耗油量 这个空气污染 大幅度的节省 这个是在我们香港 这个智慧城市南图 对 里面的130多个应用场景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 并且这个在 这个两年前已经就已经 在香港已经都已经开始 逐步的实施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经常看到 郭教授 你们在使用这个变远技术方面 有一个叫 Dr.Body的系统 在疫情期间 曾经推出来 到很多方面去使用 能不能介绍一下教授 好 这个我们的英文名字 这个系统叫Dr.Body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对你的体态 给你一个指导 我们在中国大陆 好几个城市 比如说扬州 成都都有一些中心 可以给这个普通的中小学生 就是常规化的一种无辐射 因为你要去做脊柱 这是在身体里面 你要用X光了 你不能够经常性做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到一个中心去 我们有一套系统 它就是可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 全身的这个一个扫描 然后通过AI的技术 把你的脊柱的三维的 这个重构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筛查 为什么要做这个筛查工作呢 在全球青少年知识的 这个不良情况有70% 那5%就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急住车弯的程度 然后中国有上千万这样的人变换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这个青少年的 前三号健康的这个杀手 中国也有一些政策 就是说怎么样去把它变成 纳入到这个常规体检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开发这系统 也是需要这种变运计算的方法 变运智能的方法 能够实时的根据它体态 不管是物理的介入 还是它的这种康复训练的这种介入 然后这个也是在家庭就可以了 不用到医院去 然后这个是正在开发的工作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也非常有意义 然后还有病要治得早 所以你这个都把原来要去什么 X光的一个布序 就变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扫描 然后呢 这个留两种模式 一个叫做一体级红外的扫描 然后它你站在上面以后 它会旋转 很短 半分钟以内 就可以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存构出来 然后做诊断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小程序 就是在一个手机上的小程序 它就是通过这个可见光 就是这个镜头 它也可以跟你从不同的角度 深度信息提取 然后也可以重建 那这里是阿迪的相关案例 那这里我们可以见到 有不同的脊椎側弯的洗刷案例 我们会分为可能正常 姿态异常 以及疑似脊椎側弯的案例 那我们通过去 识叠背部的特征点 以及背部的中线 去计算它最后的参数 那如果发现是疑似側弯 或者肢体异常的学生 那我们就可以去到 我们合作的医院站点 去进行复查 以及选择治疗的 那在医院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提供一些 智能化的矫刑方案 给我们的患者的 那包括就是可能一些 矫刑资据 针对中度疾弯的 咳咳疾弯患者 给我们矫刑资据去矫刑 所以对早期的筛查 和它的这个疗效 跟踪 水访 都是我觉得经济 非常有效的模式 不用到医院去 你不用把你的所有的 个人数据 医疗数据 全部这个上载到 医疗云里面去 这个它也太不经济了 也很贵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 不要共享 就放到你的智慧手机 或者是移动设备里面 这样就可以大大 节省成本 而且这个你也能帮到 那个医疗的程度 因为现在将来 我们拿的数据越多 我们都说大数据嘛 这个数据也会自己学习 因为一个医院 可能数据非常有限 对吧 另外一个医院 可能也不一定共享 我们的方法就是 用一个分布式的 这种边缘学习的方法 数据不需要 提供给一个中心的服务器 我们都在这个局部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 一些算法的方法 能够保证你的隐私的情况下 还能够找到 他在里面的这些 有价值的知识 然后来服务 我自己也参与医管局 作为医管局成员 未来香港人口老化 我们的年长人士会翻倍 所以这里面 我们怎么用好这个数据 怎么用好自卫的医疗 要自己更健康 医院的负债量 也不会有那么大 是非常重要 现在香港我们从财业 市长在我们高资料发展里面 提到第三代互联网 web3的发展 这个里面郭教授 感觉香港有什么可为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并且跟我们刚才讲的 宾运智能有密切相关的地方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类似的理念 就是这个分布式 或者叫去中心化 web2.0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天天用到的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集中式的想法 就是说虽然用户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 它不是给你用户拥有的 它是这些服务提供上拥有的 你上载的东西要到那个服务器上去 都是送给你 那你得相信这个集中的authority 对吧 它可以保证你的权限ID 你的所有的它都能保障 但是这个不经济 然后也有危险 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一个中心化的节目 它失效了 整个就瘫痪了 非常不牢靠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集中式的 它这是一个传统 它未来为什么叫3.0 就是说这个数据生产者 就是它的这个拥有 就是说我可以变成是我的资产 我有它的这个ownership 我有它的控制权 如果它能产生价值 我能够获利 所以这个才是区块链技术 或者说web3第三代互联网 大家看见的一个重要性 也大家看见思想上 市民上这么多人 拥抱这个技术的原因 现在我们这个 成立了一个这个web3.0的一个研究院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教授 还有一些做web3.0的一些企业家 一起合作 比如说七块链里面密码学的一些推进 比如说这个零职证明 这些非常前沿的技术 就已经用到了数字化资产管理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web3.0的这个foundation 已经用到它了 那么上层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资产的管理 以及web3.0的这个未来 我们就可期了 这个非常好 这个都是经常我们在香港说 大学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团队 像郭教授这样 但是很重要也是把技术落地 我们要把一个技术商业化 真的编成一个能用的科技 让我们市民大众也受到这方面的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觉得很很很很知足 就是说一方面能够教育 因为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能够学习 互相学习能够并且很很开心 重要的是呢 还可以把这个你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有可能把它做出来 可能比如说这个无辐射的 你这些东西都有 有时候在N年以前 它可能都是一些很很很怪的 对不对 但现在都是可以做 做出来以后呢 能够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效应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郭教授 谢谢议员 下一集 让我们听一下郭教授是怎样实现 他天马行空的想法 从事科研嘛 是一个有时候很多朋友说是痛苦之路 不容易的 我从小确实比较喜欢科学 看到很多的这种 这种很神秘的东西 不仅仅是科学 而且是科学家的八卦 你现在看大模型搞得好像很神很玄 它其实你核心的那些数学东西 也都是非常的精巧 简单 非常迷醉这些东西 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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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